慈禧的脸挂不住了 囚禁光绪说他病重 结果呢 洋人一体检 没毛病 这下慈禧以光绪病重为由 伺机废地的伪装 被洋人撕开了 更可恨的是 洋人还恶心他 你老娘们儿酸个尿 以后打脚刀 我们只忍光绪皇帝 慈禧恨不得要捏死洋人 很快在西郊名巷 有人先帮慈禧出了口恶气 一个叫恩海的甘勇 在街上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 山东百万义和团 要扶清灭阳 杀阳教士毁阳教堂 皇城脚下又有德国公使被杀 洋人被惹毛了 此喜恨但不魂 洋人打进来我心里没底啊 义和团不是要扶清灭阳吗 这不正好可以用吗 可这帮乱民究竟是虎狼之师呢 还是乌合之众啊 到头来话虎不成反类犬 教训不了洋鬼子啊 反倒被洋鬼子教训 提起打洋鬼子 刚毅徐童最来劲 太后您放心好了 义和团的力量大得很啊 每人吐一口口水 就能把洋人给淹死 徐童老爷子呢 更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进行论证 洋人充满邪欲 不存天理 早已人神共奔 我早就算好了 义和团是苍天开眼 降给洋人的一场灾难呀 咱要不用那就违背了天意呀 哼哈二将一通瞎鼓劲 慈禧啊动心了 可转念一想 这俩货当个气氛组组长还行 义和团究竟行不行 我还得看看 而真当这些裹着头巾的精壮汉子 刷起徒手劈砖 砸钉子 喉咙顶腔的花活时 他开始有了另一番盘算 看徐童一脸兴奋 慈禧啊就故意问他的意见 徐老爷子呢 不慌不忙地回道 嗯 此情此景 我想吟诗一首啊 慈禧压根一个字不想听 可还是点赞送上 道士一旁的刚毅 摇头晃脑 精神高潮 脑子清醒的 容禄都快看不下去了 我说刚啊 你这头支愣的 指令是脑子有病啊 徐童叨叨完 刚毅啊就来活了 义和团精忠报国 神勇可嘉 你把他们整编起来 准备着为我所用 奴才遵旨 容禄终于忍不住了 太后你心眼那么多 看不出这猫腻 刚才看到的那些个鬼把戏 全是假的 骗不了我 可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 是真的 若是不能善加利用 可不得了 那可就是洪水猛兽啊 可要是用好了呢 起码是几十万的人力 若真是外交上 跟洋人崩了 真的打起来 他们至少也是能消耗 洋人弹药的炮灰 可很快 义和团的战斗力 就在天津迎来了检验 我要洋人死 慈禧不敢相信 八国联军进攻大孤炮台 我军和义和团竟然打赢了 而真实的情况呢 却是这样的 我见过将军 总督大人 大孤炮台 怎么样了 失手了 白了 总督大人 白了 大人 太后那边 可正等着咱们打一场胜仗呢 拱卫京师的直立都要陷落了 这个大臣还在会声会色 谎报军功 慈禧啊 一脸高兴 让我看呢 咱们就趁着这个机会 不打了 洋人 打败了呢 也就怕了 咱们呢 给他留点脸 他们就会记住咱们这份人情 看慈禧想讲和 主战派刚毅啊 坚决不给他机会 一奴才看来 这个和 讲不成 说完 就递上一份洋人发来的照会 慈禧看完 内心狂怒 当即决定启动最高级别的朝会 敲钟 叫大琴 洋人究竟说了什么 让慈禧要与洋人彻底撕破脸呢 那就是最触动他敏感神经的两条 一 光绪立即亲政 二 慈禧太后归正 永不复出 这两条连标点符号慈禧太后啊 都不会答应 所以这个赵慧等于逼慈禧向洋人宣战 而慈禧也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执政危机 八国联军开战 矛头都指向了他 慈禧成一声钟响 宗氏王宫 大学士六部九轻 占满了养心殿 虽然每一个人都低着头 但每一个人也都注意到了 坐在龙椅上慈禧的脸色 那张脸阴沉的像布满乌云的天空 预示着暴风雨马上会来临 更让大臣们诧异的是 自戊虚年后 几乎没有露面的皇上也来了 他坐在太后身边一脸木染 慈禧眼泪都下来了 大清的臣子们 你们就眼睁睁的看着洋人欺负我吗 我要洋人死 气氛组组长刚毅徐同 开始带节奏 众人义愤填膺 大殿人声鼎沸 突然一个尖锐的声音 压到了殿内的嘈杂 给主战派这么一闷棍 光绪直接被慈禧 摁回了替补席 被光绪训斥的刚毅 又开始叫嚣 太后 皇上的话 奴才不以为然 难道就因为打不过洋人 就甘心受他们欺辱吗 徐同也赶紧出来捧跟 刚大人说的是 我们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一时彼一时也 当初我们没有打赢倭寇 那是当初的事 今天我们敢向十一国开战 那是今天的事 再说 咱们有百万义和团 民气可用啊 更有一人挺身而出 老徐你别跟这瞎起哄啊 义和团人虽多 但是没经过军事训练 都是拿着刀剑棍棒锄头 怎么可能打得过洋枪洋炮啊 刚一瞅着苗头不对 就想拉群主强行封卖 太后 这两个是卖国贼 话一出口 又是一阵混乱 慈禧看镇不住场子 就开始宣工具人上店 慈禧要跟洋人开战 朝堂上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关键时刻 这个女人又耍出了惊人的手段 她把杀死可林德公使的恩海 宣上店 充分利用恩海不怕死 对洋人仇恨的心理 把主战派的神经啊 再次挑动起来 更歹毒的是 她利用恩海将杀鸡 引向了反战派 恩海 奴才在 王国就在眼前 可这朝廷上 却出现了卖国贼 你说该怎么办呢 恩海呢 也几乎顺着慈禧的意思 乱斗凯杀 好 话一说完 刚毅啊 像是听到了主人的一声呼哨 神经又亢奋起来 来人 把这两个麦骨贼 给我拖出去 养心殿 没有人再敢用人头来试探 慈禧呢 就开始做战争动员 这国难 非自今日使啊 八国联军要打我们 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要不信 我给你们从明朝开始列举 葡萄牙人战澳门 赖着不走真气人 大清入关两百年 日子过得很清闲 道光年间应吉利 鸦片战争讨人厌 没几年 英法联军 烧毁咱们的圆明园 法国人要战南锤 那么日本人又战朝鲜 欺负我们 逼我们谈 忍气吞声给他们脸 可怎么着了 他是得寸进尺 居然要管起我大清的家事来了 所以我再重申一遍 今儿个咱们遇到的国难 不是今儿个一日的国难 是几十年来的 旧恨辛仇 这战争是洋人挑起来的 皇上说了 咱们打不过 打了就是个死 可不打 也是个死 让人打死 总比让人吓死的好 至少死的光彩 光绪很无奈 老娘们你叫的兄你行 我躺平 反正以后大清要是亡了 过你自己背 可慈禧呢 不给他躺平 还得让他躺枪 今儿啊 我丑话说在前头 我这是为了江山设计 跟洋人开战 要是咱打输了 江山设计不保 你皇上 还有你们这些个大臣们 到时候别归咎我一个人 说是我断送了大清 三百年的江山 说完就让光绪拟址 光绪啊 就恨他这号 当年签订马关条约 这老娘们就躲得干净 今天又这个德行 反正背锅的活都我上呗 慈禧一看 好你不说 我帮你说 向英纪立国开战 向法兰西国开战 向美利坚国开战 向德意志国开战 向俄罗斯国开战 向意大利国开战 向奥地利国开战 向日本国开战 宣战玉响彻整座北京城 很快传到各省的江城 梁广总督李鸿章 胡广总督张之洞 这两颗最强大脑都清楚 这场战争毫无胜算 战火一旦绵延到长江一南 大清将岌岌可危 既要奉照跟洋人开战 又要保住东南半壁江山 该怎么办呢 精明的李鸿章和张之洞 早有准备